针对马英九政府即将对韩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解禁 六位民进党执政县市的首长以及立法院的党团干部 在高雄举行了联合会议 共同提出了三行动和四要求的主张 谴责马政府对美牛开放 并且呼吁马英九要收回成命 也坚持瘦肉精一定要零检出 六县市将同步的禁用瘦肉精肉品 经过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议 身兼民进党代理党主席的高雄市长陈菊 带领其他五位民进党执政县市首长 以及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三长 共同发表声明 不能继续放任含有瘦肉精的肉品 冲刺在市场上 做出了完全拒绝瘦肉精的决议 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这一场联合会议提出了三行动四要求主张 在三行动方面 民进党执政的六县市将落实就地检验 坚持领检出的立场 也将加强自主管理 成立具用的管理联盟 并且推动安心消费 推广生产履历的制度 此要求首先将联合党团的力量 要求立法院坚持领检出 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的修法 同时要求行政院加强肉品查验 也呼吁其他县市要一同拒绝瘦肉精 最后则是要政府扩大补贴产业的伤害 谴责马政府做出开放的决定 再和国民党立委喊话 民进党共同决议定出了完全拒绝 含瘦肉精美牛的基本立场 但是预料蓝绿之间仍会不同调 针对美牛的议题仍有攻防 澳雅卫视灵机门王子聪 台北报道